爬过绳索区 小朋友从溜滑梯路口往下滑 感受全基隆最长的溜滑梯魅力 从超过两层楼高 长近25公尺的溜滑梯滑下来 有的小朋友直坐好好玩 也有小朋友坦言有点害怕 很好玩 刚才我还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然后呢 后来滑下来了 然后我就要脚的刹车 好玩 什么好玩 不好玩 真的很恐怖 好玩 好吧 好玩啊你不怕喔 好玩 啊怎么样好玩 滑起来怎样好玩 速度不快吗 怎样好玩 很刺激 很刺激喔 滑起来很刺激喔 那你不害怕喔 不會 请用一次开许 掌声鼓励 耗资近千万的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落成起用 金融市长牛昌陪着小朋友抢先体验 牛昌表示 原本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设置操场溜滑梯与攀爬架 是专攻青少年使用的冒险区 因为民众反应希望可以让更多年龄层的小孩使用 因此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针对相关油气体建设施进行调整 包括2岁到12岁可以使用的溜滑梯 5岁到12岁可以挑战的水平吊梯 以及13岁以上的冒险区绳索攀爬网 希望更符合全灵共农的精神 加上全区铺设草皮 提供亲子更安全的游戏环境 市政府也听到这个市民大家的一个声音跟建议 也从善如流 把整个设施做了一些修正跟调整 来符合小朋友也可以来游玩 所以现在2岁以上的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来玩这个地方 那当然在攀爬区或者是冒险区的部分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来游戏 那另外就是这边整个都是人工的一个草皮 把它全部铺满了 这个在我们金融市的儿童游戏场来说也是少见 那这样子小朋友可以玩得更开心 也可以更安全 金融市政府近三年已经投入了 三千四百余万元经费 包括今年2月完工开放使用的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平整修 及照明设施更新等 其中各运动场地平及照明设施整修经费 超过一千万元 预计今年7月中下旬启用 一起来玩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 掌声鼓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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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